清炒西兰花做法 准备食材 西兰花、蒜、黑木耳、姜、蚝油、盐、鸡精、色拉油、水淀粉 1. 西兰花洗净后切成小朵 黑木耳用温水泡发 胡萝卜切片 生姜切片 蒜切片备用 2. 切好的西兰花放入开水内焯烫几分钟 捞出冲凉水后理干水分备用 3. 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切好的姜 蒜炒出香味 再依次加入黑木耳 胡萝卜和西兰花大火翻炒 4. 最后加入适量水淀粉勾芡 放入蚝油 盐 鸡精 大火翻炒入味后 即可出锅装盘 一份美味的清炒西兰花就做好了